好看完了一个基本请求之后呢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session 比如说绘画 我们把敲进去吧 绘画 什么是绘画呢 我们上节课其实已经说到了 这个绘画呢 就是用于储存用户和服务器之间的一个 一个状态 它是专门用于储存状态 因为服务器并不知道 每个用户目前到什么状态 一页就是一页 他只知道那是一页 他并不知道用户现在的状态是怎样的 你请求某一页 比如说某一页必须是用户登录之后才能看到的 或者是用户是某一个权限级别的才能看到的 他就会把这样一个服务器端的信息 在服务器端和客户端各存一份 各存一份 那这一份数据呢 就是用于保存这个状态的 对吧 比如说用户登录了 那他每一个请求都会把这个session 包含到这个请求里发给服务器 服务器一看啊 你登录了 然后他发送下一个请求 服务器一看啊 你登录了 等到你退出去的时候 服务器一看这个session不对 你退出去了 那行这也不给你了 是吧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特性我们马上就会看到 是吧 我们说绘画 它本身是一种存储数据的机制 是吧 他就是专门用了存储一种相对 相对固态的一种数据 是吧 他不会随着页面的刷新而消失 我们可以说 用这个session session类是吧 有一个类叫session 大家可以把session想象成一个数组 那 初始 那session在初始的时候 数组是个空数组 大家可以这样想象 那然后 Laral自己会加入一些 他自己的一些系统的数据进去 是吧 系统的信息进去 然后我们也可以加入我们自己的一些数据进去 是吧 那我们要怎么看到它呢 你可以说session 是吧 所有的session全部都这样打印出来 看一下什么样子呢 滴滴 是吧 打印一下 看一下 好 session test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已经有三有三项了 是吧 它是一个数组 然后数组里有三项 第一项是previous 第二项是flash 是吧 都是空的 是吧 第三项就是我们的这个csrftoken 是吧 像是previous这一页 它就它就记录的是你上一次访问的那一页 那一个地址是哪里 是吧 上一次的历史记录是哪里 那flash这里就放的是一些flash数据 是吧 那token 你放的就是跨越保护的这一个token 是吧 好 那我们怎么加入我们自己的数据呢 我们这里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名呢 session 你说pul pul pul的什么呢 比如说 哎 一个key 这第一个 第一个权项是key 是吧 我们说用户名 是吧 可以放用户名 什么都可以放 用户名 比如说 叫 拉拉吧 用户名 好 我们在这里刷新一下 他说有一个语法错误是吧 我们再加分号 好 我们现在打印一下 说是 session 哦 是吧 好 大家可以看到 username 这里就有一个username 非常神奇的是 如果 你在 比如说我们新建一个 rub 新建一个路由 我们路由 这个路由叫 叫task2 是吧 task2 哦 一般情况下 如果是普通的一些 呃 变量的存储机制的话 那肯定 肯定是没有定义 是吧 肯定是 为空的 对吧 但是 session就不同了 是吧 我们可以把这地址 考到这里了 说是task2 是吧 刷新 大家可以看到 在task2里 它依然有这个 有这个建制盾 是吧 你怎么刷新 它都不会消失 在这两个里面 怎么刷新 它都不会消失 它是两页啊 但是它保持着 同样的一个数据 它就好在 它有这样的一致性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依赖 它的这种一致性 用来用 用于 来确定用户的 这样一个状态 是吧 那这个 是一个 put 一个 put的方法 是吧 那还有一个get get get 现在可以get一下 get 这个先放一边 然后我们专门用task2 来测试 这个session task1 用来 做别的 是吧 就是几个 我们可以用 几个不同的路由 来测试 session的不同状态 是吧 其实就是不同的页 对吧 同时来测试它 好 那我们说 get username 刷新 这个先试一下 刷新 它们要返回任何东西 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返回 我们返回一个 我这个东西返回一下 好 它返回了一个用户名 是吧 它返回了这个用户名 它就在session里全阵了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 它就在这里 是吧 所以我们要这个值get username 它就是老蓝 是吧 还有一个方法 叫has 是吧 和我们之前用过的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 它是用来检查这个username是不是存在的 是吧 是否存在这样一个东西 叫username 刷新 对 它现在返回了一个 也是同样的问题 就是它返回一个布尔值 是吧 所以我们用dd也就可以了 布尔值的话 不能直接转换成字符创 是吧 刷新一下 它说true 是吧 它存在这样一个值 叫username 是吧 那如果我们删掉 比如说是name 那就不存在 是吧 肯定是不存在的 false 是吧 不是这样 加一个方法 还有一个forget forget 它这个方法呢 就是专门用来删除某一个 某一项的 是吧 某一项 那比如说 我们这里给一个 我们之前是什么呢 之前是username username 用户名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forget掉 是吧 forget forget 如果我 这个删了 这个 好 如果session session现在把这个username 给它清除掉 那这个地方 应该是没了 是吧 就username这一项 至少是没有了 是吧 我们来测试一下 test1 现在刷新 应该是一个白屏 然后它会删掉 username的一项 刷新 白屏没问题 然后到test2里头 我们刷新 我发现它也没了 但是其他的项目都好好的 是吧 没有影响到其他的项目 forget 还有一个是pool pool pool就是抽出来 拿出来 拿出来的意思就是说 只能用一次 你拿出来了 就没了 是吧 它是拿出来之后 同时把它删除掉 给你用一次 然后删除掉 那这个pool 一般是用在这个flash data 一般是给用户 把这个数据表单 让它重新 重新返回数据表单的时候 把用户输过的一些数据 给它填上之后 然后删除掉 也不需要再用 是吧 因为用户还要再提交一遍 对吧 那我们用一下pool 比如说我们这里在 因为这个地方 它这个状态是一定的 我们这里还要再加一个 就是lava里头有一个 就是简单的方法 是吧 比较便捷的一个 一个 帮助 帮助方法 session session 那这个就可以直接去存什么呢 比如说username 是吧 因为我们已经删掉了 它没了 username 等于什么呢 比如说这次等于有别的吧 那好 那底下这个我们可以删掉它 对吧 那我们再建一个路由 比如说叫test3吧 好吧 那这个叫test3 test3我们要它干嘛呢 我们比如说就用一个session session 这个叫什么 pore 我们测试pore pore什么呢 把什么值拿出来呢 就是我们的username 就是我们的username username 好 pore username 返回 是吧 返回这个值 那我们 现在 先访问test1 它会把username 叫王花花 存进去 然后 然后 我们再用test2 打印一下 看一下所有的 这个session 是什么样的 然后我们用test3 来返回 这样一个username 但是用的方法是pore 是吧 就是取出来了 好 我们先用test1 刷新 现在它存进去了 我们用test2 试一下 它果然有username 你叫王花花 是吧 好 我们下一页 这一页 我们放在test3 刷新 它把这个值是取出来了 没错了 好 我们到test2里 刷新 这个值就没了 因为它在这里取出来了 是吧 把值取出来了 用了一次就删掉了 那我们如果再要刷新一遍 把test3再刷新一遍 就是空了 是吧 因为那个值不存在了 它已经取出来了 是吧 这个方法就是 它就 它就用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 只需要使用一次的一些数据 是吧 用一次删掉 用一次删掉 是吧 pore 好 这个呢 就是session的一个基本用法 是吧 嗯